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U字形轨道的变化 这一系列的变化题会引入这一张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 就所谓终端速度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次这个题目 这是民国81年年考题 它说如图ABCD为一个静置在水平面上 宽度是L长度胜长的U字形滑轨 那你先看一下这个图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U字形轨道 标准的U字形回路的问题 它说这个VC边结由电阻怎么样 电阻R其他部分的电阻可以忽略 那EF是一个可以在滑轨面上滑动 质量是M的均匀金属棒 那一个均匀磁场的V垂直这个轨道面 那今天金属棒用一个水平细绳 跨过一个定滑轮连接一个重物 那今天重物呢从禁止开始下落 来各位这个金属棒EF接条绳子 这里有一个定滑轮 那挂一个怎么样挂一个重物 那重物呢从怎么样 从禁止开始下落 好而且他说滑轮呢没有质量 金属棒在运动的过程中 都保持跟VC边平行 那忽略所有的摩擦力 来第一个问你说 当金属棒做等速运动时 它的速度V到底是多少呢 忽略VC边对金属棒的重力 各位什么叫忽略VC边对金属棒的重力 那其实也就是忽略怎么样 忽略这个感应电流呢 所产生的这个磁场 对怎么样对这个金属棒的影响 也就是我们只要考虑背景磁场就可以了 那原则上呢前面我们做的范例 大部分他都有讲到这句话 就是忽略感应电流所产生的磁场 那基本上我们前面讲的民国77年联考题的话 他就是特别要去考虑 那如果题目特别要去考虑 那我们就考虑 那如果没有特别讲的话 那原则上我们都怎么样 都把它忽略掉 好不过这个题目呢 其实有几个关键字非常的重要 叫什么呢 叫做等速运动 等速运动 为什么这个金属棒 它最后会等速运动呢 各位今天如果有一个怎么样 有一个大行去拉它 那不是应该是越拉越快越拉越快 速度越大吗 那怎么会达成等速呢 关键就在于我们前面讲的 冷次定律的概念 那基本上只要这个导体棒一往右动 磁力一定怎么样 磁力一定向左 那我们前面讲 如果你只会用冷次定律来判断电流 那你太怎么样 太小看冷次定律了 这冷次定律没有发挥到这个极致 那其实呢 这个导体棒往右动 磁力一定向左 那不管它的磁场到底向哪里的话 磁力一定要向左 冷次定律一定要去抵抗外加变化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磁力的大小 先把它推出来 好磁力叫做ILB 这I呢叫Aption除以R 这Aption叫做LVB 好所以把它代用去 叫R分之L平方VB平方 各位我们前面讲到 这金属棒所说的磁力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跟速率成正比 也就是说 你一开始速率等于0 磁力等于0 速度越大 磁力又越大 好这个磁力是怎么样 是越强则强 越弱则弱 你速度大磁力大 速度小磁力小 所以这会到 导致一个很神奇的结果 就是它最后会达成 所谓的终端速度 好为什么最后 它会达成终端速度呢 来各位 一开始没有速度 没有磁力 速度越大的时候 磁力也就越大 各位 你速度越大 磁力越大 好当然因为 往右一开始 它是受到一个定力 好如果现在往右力固定 可是往左力越来越大 各位大到最后 当两个力一样大的时候 各位当往右往左 两个力一样大的时候 一样大的时候 就是合力等于0 合力等于0 它就会达成所谓的怎么样 所谓的终端速度 那基本上呢 好在高中里面 只要发现了 这个力跟速度有关了 我想多半都会达成 所谓的终端速度 那终端速度呢 我们最早在运动学 其实有讲到 好如果人跳伞 对不对 好人越往下跳 这个怎么样 这个速度越大 速度越大空气阻力越大 好你一开始没有速度的时候 没有空气阻力 你越往下掉 这个速度越大 速度越大空气阻力最大 最大最大就这两个怎么样 这两个相等 好当这两个相等的时候 它会达成所谓的终端速度 还记得吗 老师以前教过你的英文字 叫terminal velocity 所以这里呢 一样它会达成所谓的终端速度 所以最后呢 当导体棒等速运动的时候 一定是什么你知道吗 各位一定是往右力等于往左力 那往右力是什么呢 往右力是绳子的张力 可是绳子又绑在这个大M上面啊 那导体棒等速 大M当然是等速 所以对大M来讲往下重力 往上是绳子的张力 那这个张力的这个来源呢 还是怎么样 还是这个大M的重力 定滑轮只是把这个力的方向 把它扭曲了 好我们在第四章讲到的 所以最后呢 达成终端速度的时候 合力等于0 一定是现在往右的什么力呢 各位一定是现在往右的MG 跟向左的磁力怎么样 磁力相等 这个向右等于向左 这绳子只是一个中间值而已 好所以如果这两力相等 那我们把磁力带进来 R分之L平方VV平方等于MG 所以这个V马上就可以解出来 R移过去 L平方V平方出到下面去 所以这个速度就是L平方V平方分之MG 各位这个速度就是所谓的终端速度 好仔细体会一下 仔细体会一下 那我们再快速分析一次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动 没有磁力 可是越往右动 速度越大 速度越大 好这个怎么样 这个磁力也就越大 最大最大磁力呢 不会说比这个重力还大 就你一放手 重物自己又跑上来了 这不合理嘛 对不对 所以最大最大就是磁力跟怎么样 跟张力 也就是物体的重力呢 这个相等 那一旦合力等于0 它就会达成所谓的终端速度 合力等于0 终端速度 所以两个力把它带进去 相等 那我们就可以解出 这个终端速度到底有多少 我们后面会看到好几个 所谓终端速度的问题 那一开始看当然是不太习惯了 不过多做个几题你就会发现 就好像家常便饭一样的简单 好来接下来 这个B它说 那这个时候电阻所耗损的功率 到底是多少呢 好各位 那因为你现在在这个轨道上 接了一个怎么样 接了一个电阻 这里接一个电阻 那题目说 这些其他部分的电阻都忽略 那基本上你只要有电流 在这里经过这个电阻 就会怎么样 就会发热 所以它现在问你说 电阻消耗的功率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用最传统的看法来看的话 好 简单 这个交耳定律 P叫做R分之ε平方 这ε叫做L平方 V平方 V平方 各位那当然不能这样写 因为题目并没有出现V 所以你必须要把刚刚的怎么样 刚刚的这个V 好 再把它怎么样 再把它带进来 那就会得到最后电阻消耗的功率 不过带进来好像 这个符号运算上有点复杂 因为你还要把速度平方 那刚刚这一坨已经怎么样 已经有L平方V平方 这个分之mgr 你再把它平方 L四方V四方 M平方G平方R平方 好 再把它带回到怎么样 再把它带回到这里的速度 去整理 其实也可以 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 那但是呢 如果这个题目我们转个弯 或许更快的可以把它怎么样 可以把它算出来 好 我们前面有讲到能量守闻的概念 那电阻呢 这个消耗热功率 可是问题是 它的功率哪里来的呢 各位 谁对它做工 让它可以发热 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 答案是外力对它做工 各位 其实呢 这个题目能量的转换 你要这样想 基本上这个大M去拉它 对不对 拉它 你对它失利 你会对它怎么样 你会对它做工 这做工呢 我们前面讲 你怎样 这个导体棒在怎么样 在磁场中运动 诶 正负电荷分离 我说像警车开到 诶 人群往旁边 你正负电荷分离 好 正负电荷呢 诶 有这个轨道它就会流动 流动形成所谓的电流 那形成电流经过这个电阻 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发热 所以基本上 你的热功率 其实是来自于外力做工啊 各位 你会发热 是因为外力对它做工啊 今天假设这个导体棒没有动 那没有动 也就不会有所谓的 这个正负电荷分离 它不会受到说 诶 这个电荷受到弱人之力 正负电荷分离 也就不会形成电流 也就不会怎么样 也就不会有电阻的热功率 所以你之所以会发热 这完全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有一个外力去拉它 所以如果你要算怎么样 算电阻发热的功率 转个弯 其实你用外力的功率去算就可以了 这外力的功率 我们前面推导过 就用力乘上速度 那这外力不是mg吗 乘上速度啊 速度呢 好 我们刚刚前面的 有推导过速度在这里 对不对 再多乘一个mg 再多乘一个mg的话 那答案就多少呢 答案就会变成是 l平方 b平方 m平方 g平方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电阻发热的功率 其实也是怎么样 也是外力输入的功率 那你说老师 我们用前面这个方法算出来 也会得到这个答案吗 当然会啊 能量所能啊 那不会的话 物理就崩溃了嘛 对不对 好 真的吗 好 不信的话呢 来各位发挥一点想象力 发挥一点想象力 因为你的速度呢 在这里 可是呢 这里要速度平方 所以 这个l平方 b平方 是l四方 b四方 m平方 g平方 r平方 当你把它带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原来是l四方 b四方 消掉平方平方以后 还是回到l平方 b融在下面 好 刚刚是m平方 g平方 r平方 对不对 那r呢 跟这个r对销一个 所以这里边m平方 g平方 r 其实答案一模一样 好 不信 等一下你用带路销区法 试试看 你把刚刚的速度 把它带进来 其实你也会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有时候呢 转个弯 物理转个弯 不一定要说 这个这条路呢 如果不好走 我们绕路 绕路过去嘛 我们这样绕过去 你要直接算这个电阻的发热功率 也可以只是数字运算比较麻烦 那我们绕过去 其实呢 这个外力对它做工 好 外力对它做工 这个输入功率 最后还是会转换成热功率嘛 所以我们只要怎么样 只要算 这外力做工的功率 诶就可以啦 好 所以仔细体会一下 那这里 如果你看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计算过程很简单 如果真的要写这一题的话 那高手甚至可以直接这样写 诶 实力跟中力相等 诶 速度怎么样 速度算出来 对不对 那再来呢 它发热功率 我直接就这样算 两行就算出来了 可是问题就出在于 这个简单的两行里面 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物理概念 在里面 所以个物理呢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去理解它 这里面统整了非常非常多的概念 仔细想一想 好 所以等一下再讲一讲呢 我希望你自己练习一次 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很多这个终端速度的问题 那如果你觉得说 这终端速度感觉好像怪怪的 没关系 等一下再多看几题 你就会习惯了 所以再讲一讲呢 自己练习一次 不懂的部分 再随时回来看影片的解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